昭華一安宮距離海邊 是只有短短一公里的距離 而廟峰立抗強風 就在廟城市掛上了 三千顆的燈籠 晚上點燈的時候 就變成一片燈籠海 非常夢幻 三千顆燈籠在棚架上隨風飄逸 宛如走進隧道 多元風格從Q版卡通燈籠 到專業風景化通通有 色彩繽紛交織形成一片燈籠海 走在其中處處有驚喜 吸引全家大小一起同樂 用以前古老的同友的方式 製造紫傘的方式 把燈籠保存下來 避免強風的襲擊 夢幻燈籠海地點位在 彰化一安宮 距離海邊只有短短一公里 為了立抗強勁海風 廟方絞盡腦汁 不只在燈籠下方甲榜樹線 還漆上防水漆 三千顆燈籠將一路點燈到元宵 信眾前程指導要徵求同意將武膽帶回家 這是彰化元清官春節限定的向天宮戒膽活動 只要指導取得聖杯就可以把文膽或是武膽請回家 文膽祈求考試順利步步高升 武膽則是象徵事業順利 春節限定濟黨活動文武膽限量 都只有兩百八十八個 讓民眾在過年期間 沾沾喜氣 祈求新的一年有好的開始 記者文維菲林博蟲林一峰 彰化報導